我告訴你 今天立法會就通過 執業律師條例草案 他就想了很久了 其實他想看 我們不可以請外國律師 怎麼又使得我沒辦法司法覆核 那他用執業律師條例 我不是執業律師 所以他就用這個 我不是持份者 不可以司法覆核 但是你知道林國強 唉 不學無術 他這樣就可以搞到我沒法司法覆核 但是因為這條條例 職業律師修訂條例 是剝奪了我的基本法 付給我的權利 所以我有權用持份者 去司法覆核 這條條例的 首先我要說一下 為什麼這條條例我可以司法覆核呢 首先我拿著一部基本法覆核 基本法的罪言就說得很清楚的喔 我不是不愛國喔 我是照讀一下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1840年亞洲戰爭以後 被英國佔領 1984年12月19日 那麼就中英兩國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97年7月1日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下 並從而實現了 長期以來 中國人民的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呢 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 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概 國家決定再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不是說好像現在經常粉紅說 在一個國家裏面行一國兩制 不是按照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 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的政策 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中英聯合聲明中 來講明 這句中華人民共和的憲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實行的制度 基本法是香港實的制度 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行政的實施 講到很明白了 基本法在憲法上是有憲法的地位的 而且在1990年4月4日 基本法在全國人代代表大會 第三次會議通過基本法在香港實行 並且在1990年4月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頒發一個命令 第26條公布自1997年7月1日 香港實行基本法統治 這個很明顯 香港實行基本法統治 有國家令 不是說國安法明假基本法 是荒謬的說法 難道人大常委可以凌駕全國人民通過實施的基本法 在香港實行 和國家令嗎 你人大常委有這樣的權利嗎 簡直是荒謬的 所以國安法是不可以凌駕基本法 好了 我既然講到這裏 我們當然了 這次那個法律執業條例有什麼違反基本法呢 基本法35條 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之心 向法院提起訴訟 選擇律師提起訴訟就是知法不合 他說不可以知法不合就是違反基本法的 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團益 我們有權去請 即是說請外國律師有合法團益 在法庭上為其代表和獲得施法的補教 因為我認為香港的律師是不懂得國安法 律師有誰打過國安法 所以我要在外國請那些有經驗打國安法的律師來幫我 這樣宏德 是不是脫掉了我的權利 《基本法》第八條 香港原有的法律 隨同本法相抵觸 說經管說作出修改意義保留 就是說你原有的法律 要合基本法 香港政府就可以保留 不合乎的有抵觸的就要不行 第十一條基本法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 香港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包括社會經濟的制度 有關保護居民基本權力和自由的制度 這個是要保護的 行政的管理 立法及司法方面的制度 司法方面的制度 以及有關制度的 以本法為依歸 坤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歸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構 提出的任何法律 坤不能和基本法有相抵觸 這個職業律師條 就是對經濟法有抵觸 35條抵觸 很重要 上面呢 我講了 我必定會施法覆蓋 即使最後 他們可能會用國安法說我 煽動群眾真人政府 要抓我坐牢 到死在監獄 都沒有所謂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這個責任 因為我知道整個程序怎麼打 所以我必定會為維護香港人的基本記憶 我必定會打這場司法覆蓋的 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 好了 我講完這一段話 那就講回另一件事了 等等 現在他說如果要外國的律師 截手國安的案件 要打手李家超批准 現在你知道李智英先生那單案件 他就是在打這個法律的官面 現在立法會通過了這個案件之後 那李智英是有關方面的案件 這個人做可不可以進行呢? 所以我就說 林國強這個律政司是不認識的 《基本法》有規定了的了 在未有司法覆蓋 他向人大常委司法覆蓋 未有司法覆蓋之前的判決 是繼續可以合法行 即是說你立什麼法都好 你以後的 以前那些你不能管的 因為經過鍾審庭的判決 就說黎智英有權的 你記住吧 是有權的 請外國大狀 鍾審庭已經說了的 所以他們 哎呀 想來想去都是只有一個吉 因為林國強不認識的 真是很差很差的 好了 另外我就說了 如果他說要達首李家超批准 有什麼考慮的條件 因素是全部沒有的 就是李家超自己的條件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這個人大常委都知道 鍾審庭判了 就一定執行的 以後你資質執行 要李家超批准 基本法規定了 那你不可以反對 還有什麼樣子 你對於法國安案件那些 被告 因為這個通告這個案件 都對他們不利了 你看林郭強就說香港有100名資深大陸 和1500名大陸才可以選擇 不可以選擇海外的 沒有 但是《基本法》說可以 香港以前的法律說不可以是違反了《基本法》 以《基本法》為依歸 那你司法呼喊是不是呼喊你剛剛講的這個法律觀點 是的 而且我是持份者 因為他剝奪我的權力 雖然他說執法的那些是執法法律的條例 但是你剝奪我的權力 我就有權司法呼喊 你司法呼喊是幾個法律觀點 堅叔? 我司法呼喊不是說他違反《基本法》嗎? 35條最主要 我有權請外國律師的嘛 你不給我 你就剝奪我的權力 就是這樣啦 最主要就是說 你沒有權剝奪我的《基本法》 付給我的權力 那下一個件事 你是不是講一講《四十七案案》 裡面有一個列明的人士要在那裡偷偷的落音 那那個人 你知道他是誰 是嗎? 我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我知道他是人民力量 現在的主席梁家昇帶他去的 做他是梁家昇的拍檔 就跟著呢 就帶進去那時候 這個新界西那個在那裡提議那些選舉條例的 就是選舉條例的東西 他就在那裡錄音 和在那裡偷拍 那我就告訴你 人民力量現在的主席梁家昇呢 是前這個警長來的 那他帶他的朋友去偷錄 然後跟著 無條件 什麼頭髮都沒有 就把這份錄音帶 交給警方 作為這個X證人 那我不知道他居心我再來 人民力量快必 慢必都在坐牢 他就奪了他的位 原來現在揭露他 心謀遠慮 潛伏在人民力量裡面 使得現在人們不知道 選了做主席 現在就決策略底了 原來他的拍檔是X證人 為了這個 為了幫政府來檢控47人 做這個控方證人 這個可能是對的 法律上他為了公義嘛 但是我們就可以看出梁家昇這個人是什麼人嘛 香港人不是永不會忘記嘛 那梁家昇 梁家昇啊 現在都是沒有質疑他是類軌 那沒有 我不講這個 梁家昇可能找一個人錄製 交給警方做證人 或者是他行駛公然呢 因為他是這個離職的警長來的嘛 那他之前不是有一個陳陰那個人進去 就是諾亞大奧田那個 那現在被揭露了 他是民建聯的 什麼?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但是報紙就說X 因為沒有名字 我都不知道什麼名字 但是是梁家昇的馬仔 那為什麼我會說梁家昇呢? 梁家昇以前和我很多朋友的 來過長洲燒東西吃 我們大家一起燒東西吃 來過兩、三次的 我看不出一個這樣的人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這麼有正義感的人 那現在都不可以說他帶進去 和他一起進去 他都未被揭露了 你去開個會 你不是自己人進不去的 那梁家昇都不知道那個陳陰那些是類軌的 是所謂的艱涉的 那現在你說梁家昇要懷疑他是不是有些認知想做的呢? 不是的 他是梁家昇 人家給面子 他是梁家昇的助手人家給他進去嘛 那梁家昇他不知道那個人是有問題的嘛 喂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他說他的袋子 帶了這個錄音筆 抽筒地帶這個攝影機在那裡 拍了現場的東西 如果沒有人協助是很困難的